确诊数连两天都破万例 指挥中心也直言 未来这确诊数还会继续增加 民众必须跟病毒共存 不过独理学专家赵明威认为 要是急着共存 短时间之内 对于社会跟医疗量能 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不如提出配套措施 让病毒可以软共存 现在也有一线医护表示 目前北北基桃的卫生单位 还有医院的感控单位 其实已经全线瘫痪 建议疫情热区 快筛阳性就视同确诊 并且简化传染病的通报流程 否则随着染疫人数飙升 医疗量能必定爆炸 本土确诊数连连破万 台湾民众已必须和新冠病毒共存 不过独立学家赵明威认为 共存也是有轻重缓急 与其急共存 短时间内造成社会和医疗压力 倒不如提出配套措施 让病毒可以软共存 期望说可以让这个共存的 这个压力的时间呢 可以让它减缓 然后让它不要增加了这么的大 可能要稍微的紧缩一些活动 像包括大型活动也好 或者是一些这个内用啦 或者是这个减少群聚 张明威进一步分析 台湾社区筛减占阳性率 4月1号还是0.66% 但是到了4月27号 却飙升到11.7% 代表疫情在社区已经相当普遍 而确诊人数大增 也会让筛减和医疗量能 负荷更加沉重 医师无心带就发文呼吁 现在轻症不要再去 急诊人挤人 也不要再滥用医疗量能了 现在再压榨下去 真的有一天大家都会翻脸 王建立医师也在脸书转分享 有一名双北医疗人员第一线观察 表示目前北北基桃卫生单位 跟医院感控已经全线瘫痪 建议采取四项措施 包含快筛阳试同确诊 个人亲证自行通报 完成个人资料勾计 至于医院和卫生局 只需通报中重度跟需要投药个案 并单纯化各种表格 否则医疗量能必定爆炸 快筛阳就直接确诊 前提就是说那个地区 它的这个甘争密度比较大 而且这个病人有症状 这个要因地质双北 这个甘争密度很高 那你快筛阳确诊几率是很高 眼看确诊数恐怕还会继续增加 医疗院所如临大敌 这送不到